某個星期六,我以醇茶手作店主的身份 被競請參加Fruits Tea,成為Afternoon Market 創意手作方博客活動 另一個活動就是被一班手作博客參加 一邊喝Fruits Tea,一邊做小手作 本身我一聽的活動是學做一些我根本懂得做的東西 就沒什麼興趣去的 但一想到可以拍片教大家做 我就立刻充滿動力請假 那天我就學做了一個壓花木盒和壓花鏡鏈 材料是需要一個壓花用的木盒 一支壓花專用的膠水和一個夾壓花的鉗鉗 這位星級手作人何小姐就是我們今天的導師 首先用鉗鉗鉗出你喜歡的壓花 在木盒上砌到漂亮一漂亮為止 挑選壓花的時候要注意 對花不能太粒粒粒粒 因為如果太厚太貪心搭太多層的話 做出來的效果都不會漂亮的 那天我砌來砌它砌了很久很久都砌不到我適合深水的 果然離開了我自己家的工作室之後 狀態會比較差 拼好花之後就要把它們拿下來了 因為你要開始黏花了 輕輕地把膠水掃到花粉上面 由於我這袋蘭花就太大袋了 所以我掃好一邊葉之後 另一邊花粉其實已經降了 又要再掃過 掃了很多次了 沒有人敢用這袋這麼大袋蘭花 但我覺得它實在太漂亮了 所以無論如何我都要用它 慢慢一袋一袋這樣貼上去 如果太小的話就可以用一個鉗仔鉗好它 如果發現有些花花的位置 是差一點點才貼得緊的話 就要用牙籤去撩一點點 加水塞到花粉底裡 夾一點點貼緊它 砌好盒子之後就可以開始上滴架了 上滴架的話我喜歡方便快捷 用一支大大的掃掃下去 首先我會用個掃頭筆一點點滴架油 然後就倒進去的盒子上面 再輕輕地慢慢掃勻它們 由於滴架是比較稠的質地 它就不會流到到處都是 但都比較難推開的 如果推開太大力的時候 就可能會弄到一些花粉 油好了之後 其實薄薄一層就可以了 它也挺快乾的 不過就有一層二元物品 那些天辣水味 那些臭 做完木盒之後 我們就會做這個壓花項鍊 其實就是把膠水 黏在壓花上 然後把壓花放在底托裡 這個底托這麼小 又可以這麼短的時間之下 其實都不會砌到什麼花款出來 搞定之後 就可以在吊嘴上面 就倒一層UV膠蓋著一些花花 很遺憾這個步驟 是不能我親自下手 而是由工作人員完成的 UV膠的原理就是 用一些UV紫外線 即是come from太陽那些 或者是UV燈的 令到它裡面產生化學作用 弄硬了些膠 活動就去到尾聲了 每個Blogger都有份小禮物 裡面還有一張手寫的心意卡 好sweet呀